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法案是美国国会非常强硬的跨党派提案 由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所提出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40位议员联署 在法案即将通过之前 来自两党多位参议员辛切尔在院会发言 高调支持香港自6月9日 由反对逃犯条例修例所引发的 但已演变成争取更广泛民主诉求的抗议运动 卢比奥在院会发言时说 今天美国参议院向那些为他们长期珍视的自由 而抗争的香港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我们持续与你们站在一起 北京破坏了你们的自治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卢比奥进一步说 这项法案的通过是重要的一步 将追究中国和香港政府官员 轻视香港自治和人权的行为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说 香港目前的局势已濒临失控点 希望这项法案成为数百万计人的一技强心针 他们一直在耐心的等待 美国可以再次成为他们的灯塔 在他们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治的努力中 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香港政府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缓和目前的局势 满足香港人民的追求民主的愿望 包括针对警方执法问题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项法案清楚表明 美国将坚定且毫不含糊地支持香港人民合理的诉求可望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卢克斯抗议期间也访问了香港 并在香港穿黑衣声援示威者 他在院会发言中说 今天我们有机会告诉全世界 那些对人权的公然攻击 以及这场霸凌香港 以迫使其屈服的运动是不可以的 美国不会容忍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 在院会发言中说 北京的执政党继续面试香港的司法独立 在此之际 美国支持香港公民的民主权利至关重要 他接着说 中国人民 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支持自由 香港的孩子们 学生们和成年人 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众议院版本 今年9月在众议院通过一致通过 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目前所通过的版本并不一致 因此两院仍需要进行协调 双方版本达成一致之后 才能送交给白宫等待总统签字 正式生效成为法律 如果要让法案在今年年底前生效 议员们必须加快行动 包括可能让众议院全盘接受参议院的版本 而无需来回整合 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至今仍未有定案 有消息指中方因美国总统川普 不愿撤销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而对达成协议感到悲观 川普11月19日再次放话 表示如果不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将会把对中国或加征的关税提高到更多 据彭博社报道 两位之前是透露中美双方正在讨论的可能取消的关税 包括川普2018年对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的初步关税 部分顾问主张更长时间保留关税 确保中国履行承诺 但现在他们愿意接受部分减免 以便达成首阶段的协议 执行者还表示 美国官员对第一阶段将涵盖多少关税 以及川普政府应同意取消的关税比例 有不同看法 讨论中的内部数据范围包括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出的约35% 到川普所说的协议涵盖的60% 报道称一旦两国确定一个数字 要么按照商定的百分比降低关税 要么根据数字取消关税 美国之音称 川普还表示 中国的经济正在为贸易战付出代价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 他准备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川普说 中国的供应链正在死亡 中国的经济是57年来最糟糕的 川普之后补充 他对目前的贸易谈判进度表示高兴 他将对谈判结果拭目以待 报道称 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纠纷 已经持续了近两年 双方似乎陷入了谈判僵局 美国和中国10月同意了一项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此后 华盛顿和北京对协议的进展 发出了不同的信号 美国希望将关税这枚筹码 用于协议执行机制 只有中国遵守在贸易协议中 做出的承诺 才会彻底取消关税 曾担任过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 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称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一份 几乎毫无成果的微不足道的协议 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一个阶段的结束 川普政策基本上已经失败 需要转变 据香港01报道 杜特纳还说 关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行为 美国的政策应该以现实的中国 而不是我们希望的中国的为基础 他还说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自身和建立联盟上 而不是川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的做法上 我们会好得多 华盛顿智库美国新部中心 中国政策项目主任韩美尼说 协议只是弥补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 以及中国政府随后的报复行动 所造成的损害 后者对美国农业经济造成打击 路透社报道称 川普对经济对手加征一系列关税 颠覆了全球贸易秩序 现在华盛顿又在加大施压 使旨在解决贸易争端的机构陷入瘫痪 世界贸易组织WTO下个月可能停摆 这将使全球贸易进一步背离 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多边规则 朝着强权及功力的丛林法则迈进 两年来 美国川普政府一直阻拦WTO 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临选程序 该机构将很快出现大法官人手不足 陷入无法正常工作的局面 华盛顿现在又加大施压 质疑WTO预算 贸易官员告诉路透 这可能会意味着WTO无法获得融资 从而失去解决贸易争端的能力 美国是WTO预算的最大出资方 华府的阻挠 已使原本有7位大法官的上诉机构 目前仅剩3名大法官 刚够审理任何案件所需的最低限 但这三人中有两年的任期 在12月10日届满 到时上诉机构将停止运作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论述委员拉切曼 以香港是习近平的失败为题 撰文表示 从香港情势来看 不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港政策令人质疑 甚至他的整体策略都有问题 拉切曼在文中表示 他表示 习近平虽然可以合理地说 这场危机不是他的错 因为一切起因在于 香港特区政府6月修订逃犯条例草案 多数主意都出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当北京发现民意如此反对 虽然曾试图暂缓修订条例直血 但示威活动早已延伸出更多诉求 得到了巨大动能 拉切曼说 习近平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 因为他在担任领导人7年以来 中国变得更极权专制 都成为香港一举反扑北京的导火线 他表示 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和香港不同 但在习近平领导期间 中国大陆对言论自由的不宽容 以及对法律的粗暴态度 已逐渐渗透进入香港 在习近平领导期间 中国政治却向后退 毛泽东的口号被习近平思想取代 甚至写入宪法 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人权律师被关押 非政府组织被迫关门 香港人在忐忑不安中 等待主权完全交移 而那个日子似乎并不太远 拉切曼说 香港示威中最激进的一群 是十多岁或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当2047年到来时 他们刚好处于人生巅峰 因此当他们说 他们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战时 他们并非夸大其词 即便策略或许值得商榷 拉切曼表示 从香港目前的情势来看 不仅习近平的对港政策 甚至他的整体计划 都令人质疑 习近平的主张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中心思想是 复兴领土主权 在香港之后 下一步就是台湾 美中院弹劾谈查公听会 11月19日下午举行第四场 证人包括前国安会 俄罗斯及欧洲事务主管官员莫里森 前乌克兰特使乌尔克 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安达 利用开场陈词 讲述川普政府的官员 如何为了政治目的 扣押对乌援助 施压乌克兰 尽管乌克兰最终获得了军援 也是在众院民主党宣布 调查川普之后 西安达利用开场时间 宣读乌尔克发给乌克兰官员的短信 其中清楚表明 他们无法获准造访白宫 除非启动川普希望的调查 前乌克兰特使乌尔克 也在证词中提到 有关前副总统拜登 对乌克兰事务的一些指控 并称这些说法都不可信 他提到 朱利安尼在今年7月19日 和他开会时提到 拜登可能利用副总统职权 让儿子获利 但他当时就否认了 乌尔克还说 出于美国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利益要求 要求乌克兰调查 拜登不属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范畴 沃尔克表示 他自己并不知道 川普政府把美国对乌的援助金 与调查民主党人挂钩 称自己获悉了 许多当时不知道的事情 他说 在与川普私人历师朱利安尼共事 确保乌克兰方面推进调查之时 他也并不知道 这些调查包括拜登作为目标 也不知道该调查 与美国给乌克兰的援金挂钩 据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鲁尼斯在开场时称 今天的听证会是马戏表演 他说 欢迎回到马戏表演第二部 我们现在继续 民主党人告诉我们的 一场严肃清醒 甚至虔诚的尝试 来推翻一名正当当选的总统 美国中半岛阿塞顿市 连续第三年成为了 全美房价最昂贵的邮区 而且遥遥领先其他城市 湾区还有另外三个邮区 也是挤身全国前十大昂贵邮区 使湾区坐实了全美最昂贵地区的头衔 据不动产资料公司 Property Shack公布的最新调查 94027邮区中卫房价上涨5% 达705万美元 保持全美房价最高的邮区 比名列地亚的纽约州 萨加波纳克高63% 另外三个也被列入最昂贵十大邮区的 湾区城市是巴洛阿图的94301 洛斯阿图的94022和罗斯的94957 旧金山本身有13个邮区名列 全国最昂贵百大邮区名单 较去年增加4个 其中94123为旧金山市最高价邮区 名列全国第38位 申他克拉拉县则有17个邮区名列 全美百大昂贵邮区 深马雕居次有11个邮区 马连县有7个 康区科士达有4个 阿拉米达有3个 全美最昂贵的十大邮区 从高到低依次为阿塞顿 萨加波纳克 圣塔蒙尼卡 比弗利山 麦哈顿 波士顿 巴洛阿图 麦哈顿 洛斯阿图 以及罗斯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